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欢迎再次收看猪仔的频道 父亲节快乐 各位父亲大人 今天你是我们的主角 今天猪仔要介绍的第二只手标 就是一只星神光动能Eco Driver 这只标是鉴金式 你看到双色鉴金的电道 这个标面很漂亮 一个海浪花纹的标面 拉近一点的镜头 和大家一起欣赏 你看到标杆做了一些坑纹的设计 时分秒针加上黑度 都是有野光的 标圈位置做了一个铝片的标圈 这个不是一个潜水标 所以它就不能转动 用了日本的自家机芯 Milta J810的激光动能机芯 我发觉一些 譬如之前的 就是有些Eco Drive的机芯 比较贵一些的都会安装J810 动力储能去到8至10个月 J810 也做了标杆位置 放在3点位置 这只标杆做了10个坑的防水 有少少胡桥位 也做了玫瑰金色 你看到标杆 标杆和标杆都搭配玫瑰金色 拉斯间炮光的 我先拉远一点 这个标面是一个海浪花纹的凹凸 压纹的标面 它做得很漂亮 黑色的标面 白盘黑字的日力窗 放在3点位置 十分了心 大三针的光动能 6点位置设着Eco Drive 我一起来看一下野光 蓝色的夜光 不是绿色的 因为很多时候都用蓝色的夜光 一个压纹的海浪花纹的标杆 挺特别的 做了间金色的标带 襯托了 还有一个玫瑰金色的标杆 是一个拉推罐 没有做到螺旋色所标杆 100米防水 有水的标杆 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到6点多中复的这些位置 踢起它 半格教育力 向下转动 教育力 没有达达声 但是一格格跳 没有达达声 好 教完之后 按进去 做了一个拉推罐 这支标 挺漂亮的 有些标迷情有独钟 尤其是尖玫瑰金色 就是它的标带 你看到它做了实森不瘦钢 拉丝尖抛光 中间那一行抛光 就做了玫瑰金色 标脚位置做了拉丝花纹 你看到 延伸到旁边部分做了光芯抛光的处理 一只简单的光动能机身 其实家里有光动能手标 我自己觉得挺好的 机械标很多男士都会有 但是光动能手标 就未必每个男士都会有 有光动能手标 有时候出街赶时间 多东西做的时候 戴一只光动能手标 它自己本身就不用调节时间 又是多方便 好了 标扣位置 标扣做了一个按压式的保险标扣 打开之后做了银色的薄桥 光芯的 上面也有一个CITIZEN的墨头的logo CITIZEN做了拉丝花纹 好了 再看看标底 标底也写着了CITIZEN的Ecodrive 光动能手标 中间有个地球logo Sting a steel也写着螺旋式陷入底盖 WR10个bar的防水 J810的机身 秒塔自家机身 这个做了拉丝花纹的底盖 好了 反过来给大家看 喜欢大些标径 猪仔提仙 介绍了一只小标径 37M的精工 如果喜欢大标径 喜欢大标径 想出帖 太忙了 还是1300头 今天我计算一下 汇率穿了1300元 1298元 猪仔推价1298元 猪仔还有两个现货 本身有四个 前两天就有标迷买了 因为猪仔未出片的时候 他已经选择了 今天还选择了少少 欠了十多二十元 不知昨晚急跌得那么厉害 1298元 喜欢这只标的标迷 听清楚 总重量是162g 不算很重 也不算很轻 有少少受感 162g 标面直径44.5M 我看看是否44.5M 我计算出来 我真的不会计算 有个标迷昨天送给我 差不多 44.4M 因为这里打橫度 有个护桥位 所以斜斜地计算 标准是44.5M 标准是10.8 我计算是10.9M 差不多 那这个 Luck to luck 我计算是48M 好了 那我试试带上去给大家看看 这款Citizen的光动能 其实Citizen的光动能真的比较好 我自己老实说 维修Citizen的光动能机 都比较少一些 比其他品牌少一些 还有Citizen的光动能机 就是 怎么说呢 老实说 8-10年 绝对不需要更换电池 好了 那猪仔推介 这款Citizen的光动能机芯 1298元 间金色的 如果喜欢玫瑰金的 玫瑰金标带的 间金色的标迷 就没错过这款 海浪花纹的标面的推介 好了 猪仔推介1298元 有两款现货 如果喜欢的 就在手标概括内容下 找猪仔WhatsApp电话 WhatsApp给猪仔 告诉我你喜欢的标 想在哪里拿 佐敦还是荔枝国 如何拿 好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给个赞赞猪仔 猪仔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才有动力 去介绍不同类型的手标 给你们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钟仔订阅 下次再有新标出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吗 希望你喜欢猪仔 今天第二个父亲节推介 星神的Ecodrive 光动能系列 好 间金色的 多谢 拜拜